對啊對啊 十六號下午五點多 男子頭戴鴨石帽走進巷弄 看似跟一般民眾沒有區別 但他其實是一名偷車 冠犯 警方獲報到場 立刻進行壓制 一個小時過後 人被帶回派出所 他當時還能自己上警車 警方只有從後面推他一下 催促往前 但沒想到沒過多久 男子卻身亡 晚間八點多 原警準備製作筆錄 發現他坐在派出所的椅子上 一動也不動輪流實施CPR 並緊急通報救護車將人送醫 但還是回帖法術 說警察有你把他扒 是有嗎 十六號下午五點多 屏東恆春分局見名執勤時 發現這名蔡信男子 曾經涉及竊盜機車 要將他移送法辦 沒想到他不但拒絕配合 還出言辱罵原警 三星原警疑似持警棍重擊 他的腹部造成他脾臟破裂 送醫後宣告不治 蔡信竊賊二月初才因為砸車 遭警方逮捕 還因為涉及多起機車竊盜案 遭鎖定 住處也被搜出 多把車鑰匙 但到派出所後卻身亡 發現原警已有對嫌疑人過當使用 強制力涉嫌刑法傷害罪 本局秉持誤網誤重之態度 於二月二十二日將全案移送 屏東地方檢察署偵辦 儘管嫌犯本身有癌症病齒長了兩顆腫瘤 還有白血球病變 但法醫解剖後懷疑致死原因是外力造成 涉案的占性原警也即刻被停職 附訊後將他裁定收押 新新聞 來幾家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競技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敬善敬美